波蘭準備好接核導彈俄中去美懸化 歐盟對TikTok下最後通牒,否則將受罰 涉嫌為中共國安效力,三德國人被捕 英國兩人因涉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被控罪 廣東洪災至多人相亡,貴州冰薄如雞蛋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章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23日,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22日,波蘭總統杜達表示,準備好接受北約在波蘭部署核武 俄外長拉夫羅夫宣布,俄中貿易結算已經幾乎完全去美懸化 道達告訴Fact說,俄羅斯最近將核武器部署在白俄羅斯領土上 如果我們的盟友決定部署核武器作為聯合使用核武器的一部分 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以加強不約東翼的安全 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在波蘭部署核武器一直是兩國談判的話題 有網友回應說,正確的選擇,面對核威脅,最有效的就是核威懾 還有人說,當年烏克蘭就不應該放棄核彈 台灣當引以為界,立刻擁核 據路透社報導,拉夫羅夫警告說,西方正處於核大國之間直接軍事衝突的邊緣 這樣會帶來災難性後果 匡牙尼總理歐爾班19號說,西方各國領導人來向烏克蘭派兵作戰只有一步之遙 這是一個軍事漩渦,可能會將歐洲拖入谷底 歐盟正在玩火 台灣成功大學正是教授黃盟人認為 歐爾班不是根據什麼可靠的事實所做出的結論 而是根據他的政治立場 我覺得歐爾班不懷好意 他不樂於見到西方國家介入戰爭,令烏克蘭獲得最後的勝利 他不希望自己的國家被捲入,損害到他自己的利益 我覺得西方國家有以用各種可能的方法 來使俄羅斯了解到戰爭局面對於整個俄羅斯是不利的 並沒有像歐爾班說的會進一步的介入的可能性 同日,拉夫羅夫還說,即使西方國家試圖阻撓 但俄中貿易合作正在積極發展 如今,90%以上的互相結算已經轉換為本國貨幣 相互結算幾乎完全去美原化 20日,美國眾議院剛通過一項為烏克蘭人重建經濟繁榮和機會法案 該法案允許美國政府沒收被凍結在該國的俄羅斯資產 並將其用於烏克蘭的重建 俄方回應說此舉非法,將採取回應措施並掃諸法律 3月底,俄央行發布報告稱 俄羅斯資產被大量凍結後,人民幣成為俄羅斯外匯儲備為一 也是最佳的選擇 去年,人民幣成為俄羅斯交易量最大的外國貨幣 金融與加密貨幣新聞網Watchigrew認為 中共正在囤積自然資源,以挑戰美元作為決定石油價格的貨幣地位 這一舉動是向中東進一步不穩定 以及不約討論將核武器轉移到波蘭之際發生鑑 有人呼籲,美國是時候該對中共下狠手落 有消息指,美國情報機構正在撰寫一份 涉及中共高層腐敗和引力財富的報告 包括中共黨魁和其他常委 資深媒體人顏順勾表示 中共高層在美國的資產一旦公開 其效果有如一火原子彈在大陸引爆,直接摧毀中共 另外,21日晚,普京肯突然冒著傾盤大雨抵達克里姆林宮 外界推測可能有重要的事情正在發生 22日丹麥駐烏克蘭大使米克爾森宣布 我們整個機隊F-16現已退役,會為烏克蘭提供 因為我們正在獲得新一代飛機F-35 據《圖片報》報導,德國已承諾向烏克蘭武裝部隊 供應多達400輛具有增強防雷、防護功能的重型輪式MRAP裝甲車 《金融時報》報導,歐盟和北約正在向希臘和西班牙施壓 要求其將S-300和外國者防空系統轉交給烏克蘭 兩名美國官員說,拜登政府正在為烏克蘭準備 比正常情況更大的一男子軍事援助 其中包括裝甲車以及急需的火炮和防空系統 美國將首次向烏克蘭轉讓遠程版ATACMS彈道導彈 它們的受影響地區是整個克里米亞和克赤海峽大橋 它們的飛行航程可以達到300公里 它們的首次使用導致俄羅斯航空在機場遭受重大損失 最近的襲擊摧毀了克里米亞的防空系統 幾乎整個克里米亞和克里米亞大橋 都將處於遠程導彈的摧毀區 這些導彈還可以達到俄羅斯邊境地區 22日,歐盟委員會對TikTok發出最後通牒 給TikTok24小時時間 如果未能按照提交TikTokLine對用戶心理健康影響的評估報告 將被處以最高達年收入或全球營業額1%的罰款 或最高達日均收入5%的定期罰款 TikTok還需要在5月3日前提供其他被要求提交的信息 包括TikTok將採取哪些措施來保護未成年人和用戶心理健康 歐盟監管機構在一份聲明中說 歐盟委員會已經向TikTok傳達了 歐盟將採取臨時措施的意向 包括在歐盟暫停TikTokLine的獎勵計劃 直到其安全性得到充分評估 此前11日,TikTok宣布在法國和西班牙推出新服務TikTokLine 這是給18歲以上的用戶提供所謂的獎勵計劃 允許用戶在平台上執行某些任務 比如觀看短片為某些內容點讚 關注創作者或邀請朋友加入TikTok等 以賺取積分 這些積分可以兌換Amazon代金券、PayPal禮品卡 或TikTok幣等獎勵 TikTok幣可以用於給創作者付小費 歐盟的內部市場專員布雷頓 在X上發貼話 我們懷疑TikTokLine的功能有毒且容易成癮 尤其對兒童異言 除非TikTok提供令人信服的方傳證明 否則我們隨時準備啟動數字服務法案 DSA臨時措施 包括暫停TikTokLine的獎勵計劃 我們將不遺餘力的根據DSA法案 來保護未成年人 而美國眾議院20日通過的一男子立法計劃中 包括迫使TikTok的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 和TikTok剝離 否則TikTok在美國將被禁用 德國總理薩爾茨上星期剛剛訪華結束 20日德國檢察官就宣布逮捕了3名德國公民 他們涉嫌為中共國安部門效力 將可用於軍事目的的技術交給中方 根據檢察官聲明 此案嫌疑人分別為Hurvey F.Ina F.和Thomas R. 前兩人是夫婦 在德國到塞爾多夫經營一家公司 檢察官將Thomas R.形容為 中共國安部一名僱員的代理人 他們從2022年為中共的情報部門工作 Thomas R.代表一名中共國安僱員 在德國獲取可被用於軍事目的的創新技術 為此,他利用了F.夫婦經營的公司 作為與德國科學研究人員聯繫和接觸的媒介 檢方說,F.夫婦通過他們的公司 同一所德國大學達成了一項合作協業 其中部分內容為一個中國合約夥伴 準備一個先進機械零件的研究 這類零件對於強大的船舶發動機 包括戰艦使用的發動機的運行非常重要 這一項目是由中共政府機構資助 檢察官說,犯罪嫌疑人還代表中共國安部 從德國購買了一台特殊雷射器 並未經授權將其出口到中國 該設備的出口實際上受歐盟雙重用途發規的約束 採購的資金是由中共國安部支付的 逮捕行動是根據德國國內情報機構收集的資訊進行的 被告將被帶去見聯邦法院預審法官 法官將宣布逮捕令,並決定是否執行審前拘留 德國內政部長費瑟表示,政府正在監控中共的商業、工業和科學間諜活動 對德國所構成的重大威脅 逮捕這三人是德國反間諜活動的巨大成功 檔前案件的受影響領域是德國的可用於軍事目的的創新技術 因此特別敏感 德國司法部長布斯曼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這幾名被告正在對一些研究項目進行進一步談判 這些項目對擴大中共海上戰鬥力格外有用 在22日,去年因為涉嫌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 而被捕的一名英國議會研究員和另一名男子 被英國執法部門正式以間諜罪指控 BBC報導說 32歲的貝里和29歲的卡什因官方保密法受到指控 將在26日出庭 卡什之前因為在保守黨議員成立的組織工作 所以享有進入議會的權利 英國倫敦警察廳表示 兩人被指控向外國提供文章、筆記、文件或信息 而這個外國指的就是中共 警方表示 這是一項非常嚴重的指控 而且調查過程極其複雜 反恐司令部司令墨菲表示 我們知道公眾和媒體對這個案件非常感興趣 但我們要求其他人不要發表任何進一步的評論或猜測 以便刑事司法程序能順利進行 據了解 嫌疑人貝里來自牛津郡威特利 對他的指控發生在2021年12月28日至2023年2月3日之間 而對來自倫敦白教堂區的卡什的指控 是發生在2022年1月20日至2023年2月3日之間 王家檢察署特別犯罪和反恐部門負責人普萊斯表示 王家檢察署反恐部門22日受權倫敦警察廳以間諜罪指控兩名男子 但兩人已獲得保釋 將於4月26日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 據報導 卡什一直在中國研究小組工作 這個組織是由現任安全大臣陶根哈特共同創立的 目的是幫助英國應對中共擴張的新思維 廣東省連續多日遇到強降雨天氣 多地出現洪災導致多人越難 至少有10人失蹤 目前廣東省已經轉移11萬人 官方又開始宣傳說 這是百年一遇的洪水 但是民眾嘲諷 連年都有百年一遇 另外,近日在貴州全省出現冰箔災害 冰箔好像雞蛋大小 還有部分冰箔如手掌一樣大 道路被染成冰河 不少路人因此跌倒受傷 也有民眾被冰箔襲到頭破血流 4月19日至21日 廣東多地降下暴雨 其中兆關、清遠、兆慶洪災嚴重 22日官方宣布 兆慶三人越難、兆關一人越難 而兆關、清遠等地仍有10人失聯 全省累計轉移民眾11萬 緊急安置25,800人 但是網傳的現場短片顯示 洪水將房屋一樓全部染沒 汽車被衝走 洪水深度已到了成人頸的位置 災情嚴重 外界質疑官方的數據嚴重不實 最後官媒還宣稱 北江江流飛來峽水利書樓 在22日3點出現1萬每秒8900立方米的最大入庫流量 接近百年一遇 22日9點,北江江流全線出現洪風 對此,網民周鳳說 年年都有百年一遇 到底是百年一遇,還是年年都遇? 還有網民質疑 清遠、兆慶、兆關 洪水嚴重是因為當局為了補下游的廣州而洩洪 有人說,清遠、下游是我們佛山地區 如果我們佛山頂不住,廣州就完蛋了 兆慶有一部分就是預留洩洪區 真有情況的話,補廣州,佛山就要洩洪 另外,在4月18日至19日期間 貴州全省39個院市區出現冰雹災害 貴州居民拍攝的短片顯示 多地降下與雞蛋一樣大小的冰雹 最大直徑有70毫米,落地後乘了冰河 隨著暴雨在道路上流動,甚至流入街邊的商鋪內 還有行人踩到冰雹或倒跌傷 民眾紛紛躲入屋內 甚至有屋頂已被摘穿 需要舉起木板保護頭不被摘中 不少汽車擋風玻璃被冰雹打碎擊穿 當地居民表示,沒有見過這麼大的冰雹 進入4月之後,貴州多地下了好幾次的冰雹 在4月10日的傍晚,一場罕見冰雹天氣突然襲擊了貴州省台江縣 還伴隨著雷電大風,當時的冰雹最大直徑35毫米,平均重量18克 好像雞蛋大小,是幾十年來的罕見 持續9分鐘的冰雹伴隨著大風,吹塌很多民房 樹木被攔腰截斷,房屋和車棚被窄到千瘡百孔,場面一片浪跡 之後的4月15日,貴州前西南地區也突然落起了雞蛋大的冰雹 部分居民的房屋和車輛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壞 除了雞蛋大的冰雹,從15日晚開始,雨水也橫掃了整個貴州 在強對流天氣來襲的情況下,令很多市民操守不及 據貴州省氣象台21日消息,一直到24日白天,多地都有鎮雨或雷雨 各部地區有中度大雨,提醒住在當地的觀眾朋友多注意安全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嗨,最後一段時間,inku強調切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